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游戏视频 咱们这期继续来玩的独立的恐怖游戏 那么其实这段时间 我每天都在想找一个特别练习的恐怖游戏 给大家录一个视频看一看 但是每次都很失望 非常的遗憾 因为现在这个恐怖游戏市场环境 大家都懂 非常的萧条 恐怖游戏的套路 太过于单一了 千变运率都很乏味 那么直到我在Steam上 看到这样一款游戏 它最近才发售不久的 那么这个游戏叫做窒息 这个游戏以前我是玩过demo版的 并且我把demo版录成过视频 那是2015年的事情了 那么三年后 这个正式版终于是姗姗来迟 那么这款游戏它的亮点在哪呢 就别的游戏 你都是可以看见画面的 对吧 正常的躲怪 对不对 那么这款游戏 在很多场景是一片黑暗的 你只有发出声音来 才能看到一些 由简单线条构成的黑白画面 然后靠这个来躲怪 或者说勾引怪物 你甚至可以在里面用浪笑 勾引怪物 是不是很有趣呢 咱们现在就开始来走起 这是一个清晨 主要在睡梦之中被震急速的闹钟铃声 给惊醒了 他有点难过 因为刚才做的一个春梦 被无情的给打断了 唉 想一想 刚才春梦的场景多么刺激啊 可惜的是 他连梦中情人的长相都没记起来 梦就结束了 唉 难过呀 难过得想流泪 然后他又笑了 因为他突然想起来了 他和屏幕前很多单身青年不一样的事 他是有老婆的人 哈哈哈哈 他又笑出了声 转头定眼一看 唉 这才六点 哇 太早了 但是没办法 闹钟已经响了 人已经醒了 睡不着了 那就起床来看一看吧 扭头一看 媳妇已经醒了 他已经出门了 老婆 老婆你在哪啊 唉 这是一个小教学 让你对着麦克风呢 说两句话 如果你不说话的话 你会看到 注意啊 唉 虽然很慢 但是大物笼罩了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现在所处的是主人公的梦境世界 对吧 这个梦境世界嘛 所谓梦境世界 四梦四幻 一真又一假 对吧 咱们一般所看到梦境世界呢 那画面不会太真切 都是很虚幻 很模糊的 像笼罩的物一样的 对吧 一团物气 那么这个游戏呢 后面就是这种玩法 咱们需要先说明一下啊 就是出声音 来看周围的一个环境 但是注意 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就是 虽然说环境看清楚了 但是怪也会听到你的声音 它会来干你 那么你出声的方式 和出声的大小 就很关键了 我总结一下 这样出声最科学 这种声音呢 不大也不小 既可以看到周围的环境 又不会被怪听到 但是这样玩就没劲了 所以 咱们后面要用这种方式 注意啊 看到没有 雾退的很快 而且很远 这样呢 有利有弊 虽然说这个画面是看清楚了 但是这怪呢 肯定会听到你的浪笑来干你 但是没关系 我有独特的躲怪技巧 必须要这样玩 强行知道节目效果 不然的话 没劲了就 对吧 此处看一下啊 那么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呢 主人公的身份 应该是一名老师 这边写着呢 我最好的老师 说明他在学生中呢 人气很高 好多贺卡 对吧 学生呢 很爱戴他 注意看啊 咱们来看一下 正面 教师节快乐 背面 亲爱的雷德丽老师 我好喜欢您的美术课 谢谢您 教美术的老师 然而这美术课教的 急着帮应 因为你看这学生字迹 歪歪扭扭的 这美术课是白上了 再看这个啊 背面 教师节快乐 就这太阳 还有这花草 这画的 这美术课真是白教了 桌子上注意啊 有一个秀珍的小婴儿床 哇 好可爱 这是尿布成青了 其实是个小宝贝 但是看着像不像 被尿布包起来的 然后因为呢 这两夫妇呢 快快有个孩子了 所以家里呢 有很多这种小 小温馨的东西 温馨的小东西吗 对吧 这里抱着一个孩子吗 注意啊 床头还有一个 性爱的画 非常的肉麻 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要的只有你 哇 这个太肉麻了 真的是 夏威夷 1972年 两人在热闻 这个嘴就跟分不开一样的 说明这两夫妻呢 平时感情 非常的好 这是代表他们的日常嘛 那么行吧 咱们现在出门看看吧 其实从刚才呢 就听到了 门外一直传来 悠扬的钢琴曲 有人在弹琴 罗斯 中文配音 刺激不刺激 罗斯是你吗 罗斯 我是罗姆啊 咱俩正好配一套 那个媳妇 六点太早了 咱俩现在 睡觉 对吧 睡个回龙角 身体健康 多科学 这个作戏 金发女人在弹琴 真的是幸福的一家 先不着急去那边 因为这边 会有个篮球蹦过去 还玩球 这明显是为了迎接新生 新生而到来的 准备的这么一个小房间 很温馨 主任公司都哼起了那种 愉快的小旋律嘛 小狗 小猫 小鸡鸡 还有一个鬼畜小娃娃 这个房间里面最不温馨的 就是这个活了 多丑 你觉得女儿要娶什么名字好 心别急 我们还不知道性别 除了尬笑 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这个配音真的是很尬 尬笑就好了 但是大家注意没有 我分析啊 这个娃娃应该是个女装大老娃娃 她是个男的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她长的就是个男人样 特别丑 而且对一般男的才是对 对要不起 所以是个女装大老娃娃 证明完毕 走了 对面是主任公司的书房 咱们去看一看 真希望有时间看书 嘿 说我心分里了 现在这个网络时代 人心浮躁嘛 大家都没时间看书了 都在上网 尤其是我 你看我买了那么多限量版金瓶煤 没有时间看呀 哎呀 难过呀 书房里面最值得看的就是这个 各位好 仅此证明 创始于1700年之英勇之心勋章 颁赠予一等名戴夫雷德利 这家伙不得了 他参加过越战 而且富货商 因为在越战中表现很英勇 所以说被赠予了一块 英勇之心勋章 这一个细节 行吧 咱们现在下楼 那么需要说一下的是 这款游戏 大家看着乐就好了 为什么 也刚刚说起来 这游戏其实并不是恐怖游戏 它不太恐怖 因为一般别的恐怖游戏 都是要躲怪的 那么咱们现在呢 是要用浪笑来勾怪的 所以 对吧 所以你就懂这个尿性了 不会太吓人了 老婆 老婆是要做早餐吗 好好做啊 他老婆这个 后面喝那调 都有点变调了 所以没有带着一种 诡异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你怎么看 都看不到他正脸 不过这画面呢 要是让我想起来 那个人妻烹饪早餐点 因为很多小电影 都是这种桥段 对吧 他去哪了 消失了 本来这个主人公 想象那种小电影的男主 一样 从后面 还住女主 对吧 抱住他 结果没有想到 消失不见了 去哪了呢 咱们找一找看 话说这男主 他心也挺大 这个时候 他都没觉得 有点奇怪吗 过来一看 在客厅弹琴 居然是女装大佬娃娃 他不是 他不是那个 女装大佬娃娃娃吗 对吧 亲爱的 快点 参加派对 迟到了 不就是邻居家吗 好了 就在隔壁 不就是邻居家吗 好了 就在隔壁 这个配音 总有种 语言形容不了的 诡异感 对吧 很奇怪的感觉 来到了后花园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 喜别在这画画 终于看到正脸了 长得好像还行 然后咱们刚走进 这个家伙掉定就走 转屁股就走 真的是无情 可以看到 那幅画居然是他画的 他其实好像是个职业画家 也可能是业余的 总之画的应该还算是不错的 对吧 行了 咱们现在呢 回去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 再回去咱们可以听到一通电话留言录音 右转 听到没有 咱们来听一下 騷的不行啊 你在哪儿小妞 你可别一结婚就把我忘得一干二斤啊 马上给我回电 听到没 爱你哦 我也爱你哦 不 我们不约老姐姐 我是一个政治年轻人 不约 明显是他媳妇的闺蜜 对吧 往后一走 哎 门铃响了 门打开了 那么是谁呢 咱们来看一看啊 门岸没有人 只有一道强光 还有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啊 啊 主人公就晕了过去 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主人公在这苏醒过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趴在地上 旁边居然是一个翻倒的车辆 明显是开翻车了嘛 老司机翻车了 啊 这是哪啊 哎呀 哎呀 可摔着我了 灵魂佩爷 来站了下来 啊 虽然说摔得很狼狈 但是主人公呢 是一个做事有条有理的人 虽然说再慌乱 太不忘了 关上车门 停车要关车门嘛 这是常识 来这边有一滩血 媳妇不见了 媳妇去哪了呢 不要着急 先来看一看啊 亲爱的妈妈 我过得不错 我最近刚好比较忙 没办法想写信就写信 真的事情真棒 能听到她的消息真好 至于来看我的事情 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出了点问题 大夫她 我们很忙 明显是她媳妇 给自己妈妈写的信 对吧 那么注意啊 女士包里面 有一个药 正面 10毫克 5毫升 然后背面 抗抑郁剂 说明她媳妇抑郁了 怎么回事呢 一位大家就知道了啊 螺丝 螺丝 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呢 这声音会传的 有点远 不会太远 一般不会被怪听到 当然你这样也可以 一个意思 毕竟这是一个说话的游戏 对吧 靠声音来 什么动靠声音来探知之为 场景的这么一个游戏 那你说话就好了 表弟大傻子 大傻子表弟 这都行 有无所谓 还可以捡石头 你自己也可以不出声 靠这个扔石头 产生的声波 来探知周围场景 这样的话比较安全 因为自己出声的话 说真的有点危险 前面是个下水道 这个就是 DEMO版的一开始的场景 哇 好多年没玩了 没有想到 这个游戏画面 一点都没有进步 还是那个尿性 毕竟 这种场景就是 简单的黑白线条 对吧 它再好 能好到哪去 看到没有 开门的声音是很大的 就是在游戏后面 你和一些场景里面 都会互动的时候 产生的声波特别巨大 是会把怪勾引过来的 那个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看到没有 红光 就说明附近是有怪了 而且是一个婴儿在提哭 听这个废活量 就知道是一个巨婴 声音是很大的 为什么是婴儿在哭呢 说明什么 说明他和他妻子的孩子 应该是流产了 不管是流产了 还是怎么样 反正是夭折了 对吧 等会儿 这边有个娃娃 之前我没发现 华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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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我猜的没错 他们的孩子没有降生 没有成功来到这个世界 就夭折了 应该流产了 然后他在安慰他妻子 一开始还安慰挺有节奏的 亲爱的 亲爱的 挺有节奏感 他妻子就抑郁了 对吧 没伤害这孩子 很难过 产生了抑郁的感觉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孩子是他脑海中的一股怨念 他的一种自责的感觉 产生了这个鸡胎 听这个动静 嗯 别慌 遇事要冷静 吸狗女士鞋 踏实了很多 今天晚上走 前面就要有乖喽 嗯 嘶嘶嘶嘶 嘶嘶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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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嘶 这笑有点累啊 还是嘶嘶 这样省点力气 嘶嘶嘶嘶 把人都都可以 都可以 嗯 就有点蠢啊 这个嘶嘶 就显到有点蠢 哪别的其实还是好 听到了吗 我回应咱们呢 聊天 你背大 好大好吵 我说话他也会说话 他能听到我说话 他会给我一回馈 咱们找一个地方能看清楚的 看见没有 哇这头畸形 大头儿子 表弟是你吗表弟 表弟 这个反馈 说明是表弟呜呜了 接着往前走啊 现在咱们还是安全的 因为他在隔壁 咱们有一个墙壁挡着 他是过不来的 不出事了 我一说他能出事 表弟 你看他扎乌骨爪的 表弟我先走了啊表弟 一会儿再玩吧 刚才鼠标转了一下 好了前面到了 哇 废活量惊人啊 好了前面有一个小桥 哦站起来了 刚才是 就站不起来 上面有东西打着 正当我们要过桥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 说倒了 突然一下子 德雷克属性发作了 他在那呢 别出声啊 现在有谁 fuck 现在有小桥一点了 我勾一下他 别慌 嘿嘿 哎成功了 哦 哎呃 哦 哦 哎呃 哎呃 我们 噢 哇 哎呦真的不能瞎说话 拉开有没有 多余的声音一点都不能出 哇当时就要把你干死 哎呦 这个浪笑姑怪好像 嘿嘿 不是不是那么好用 对他不好用 我给大家说对后面那怪好用 别放我来看一看啊 对就是前辈 呃好像从这边绕一下 我想起来了 哦这块是需要快一点 等会啊 噗噗 对对对对是这边是这边 右拐 然后前面咱们要拧那个阀门 哇 这个地方需要快点 问题应该不大 嗯 他在附近了 准备啊 这声音好大 一定会把他勾过来的 看到没有 好 what the fuck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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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哦 啊 真不容易 嘿嘿嘿嘿 过来啊 嘿嘿嘿 哎呀终于可以得到他笑两声了 哇 哎呦好吵 嗯 零耳朵受不了 接着走吧 哎 这个家伙好对付 嗯 后面那个家伙呢 有一种会隐形的怪 啊 就有点烦人了 但是那个呢 用浪笑勾引这套 就好使一些 破掉这个地方 走过来 然后 想一想啊 靠 前面又不一样了 哎这下面是水 哇 等一下吧 准备不说话了啊 走 好 小声点 小声点还可以 快关门 哈哈哈哈 哎呀搞定了 哦 嗯 哎呦这游戏结束起来真的好 好累人啊 我突然发现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前面门打开了 是他的办公室 一个女人在哭 哎哎哎哎 我马上回来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哎 关不掉的啊 关于孤儿院 哦就很明显 因为他俩的孩子夭折了 所以说他们想要 想去孤儿院收养一个孩子 这个孤儿院叫做 叫做什么孤儿院 好像是叫做伊甸孤儿院 对 这是他地图 然后 呃 哇这好像地震了 哇然后我们直接来到孤儿院了吗 嗯 哦我想起来 这个场景还是蛮简单的 大家注意看一下啊 孤儿院里的生活是多么的困苦啊 一步一个窝心头 就这玩具 看到了吗 透露了一种贫穷的味道 啊孤儿院呢还真可怜 毕竟这种 这种工艺事业单位大家都知道啊 没有油水的 对吧谁愿意给孤儿院拨款呢 对不对 一般都是 就是怎么说呢 很慢带的 对吧不被重视的这种地方 来看一看啊 哦想起来了 咱们直接上二楼 到了二楼 进些房间可以调查一下 这里好冷 这里好冷 说明什么 暖气都没有 这个孤儿院连供暖都是个问题 对吧 孩子们平时都是瑟瑟发抖的在被窝里面 度过一个个不眠的夜晚 没有人关爱 没有人心疼 没有女朋友 就是这个 一个音乐盒 来吧 把发条上一下啊 因为他曾经夭折过一个孩子 他又想收养一个孩子 所以说他的回忆和梦境中 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孩子的 一个小孩 好像还缠着期待呢 对不对 这个PY插在PY插在这个杆上在转 哎呀 走了 可以走了 好黑啊 突然灯光就暗了 然后我记得咱们要一路往下走 前面那个灯逼了 喂 哦对 哎哟吓我一跳 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地方呢 是不用说话的 因为这个地方没无误啊 不用靠声音来拓展场景 NOT HOME 不是家 郭鲁院哪是家呀 地压室开了 咱们可以进去了 进地压室看一眼 啊我想起来 咱们需要把这个地方挪开 下一个场景就到了 很快会看到那个隐身怪 哇 那个家伙是相当的鬼畜啊 从这钻过去 什么 婴儿床 这不是他家的那种婴儿床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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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的好骚气啊 好像是恐怖游戏里面 叫的最骚气的男主人公 对吧 哇 叫的实在太浪了 再次醒过来 又到了黑白的世界 黑白线条的世界 啊 咱们上楼梯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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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需要蹲着过去 哇 这游戏蹲着实在是太磨叽了 好慢啊 感觉是一个 感觉是一个地下溶洞对吧 好多滴水的声音 旁边好多铁笼子 然后注意啊 我在这说话 表弟 看到没有 看到了吗 只要我一说话 它就会出现 而且每说一个字 它都会拗出不同的造型 而且他们说的话呢 都是那种 他们不爱我 别走 求求你不要走 他们不爱我 他们不喜欢我 孤儿的那种 那种哀嚎嘛 就是希望有人来收养他们 但是没有人会搭理他们 笼子里面都是这种东西 好了 走吧 前面应该就会出现了 就平时是隐身的 只要你说话 就会显影 一个大鸟笼一样的东西 一个大笼子生了起来 里面的那个人 是螺丝 别急老婆 我螺母来救你了 别慌 这个吊桥掉下来了 咱们得从这边绕过去了 捡个石头啊 老婆在痛哭 感觉是在为自己的孩子 夭折而哭 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在哭 这个说不好的 哇 又要蹲吗 哎呦 这个游戏最烦这种 蹲太浪位时间了 那也可能是给你一个缓冲 因为可能前面要有怪了 哈喽 哎呦 还真是前面真有怪了 嗯 别换我看看啊 嘶 嘿嘿 哎 他呢就能用浪笑来勾引了啊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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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这个 石后 就要 骚他两下 哇 哇 哇 感觉好不容易啊 我的发 他这关能进来的吗 这不是只能蹲着才能过来的吗 Holy shit 哇 终于 终于 过来了 哇 他刚才这么奸诈的吗 这地方 只有我蹲着才能过来 他居然直接钻过来了 哇 这个家伙真的是学坏了 他这些我记得是过不来的呀 唉 往上走啊 前面好像还有 嘶嘶嘶嘶 嘶 嘶 上面應該是一個平台 我記得 哎呀這怎麼這麼高啊 嘶嘶 嘶嘶嘶 對啊 就這裡 我看咱們還是別騷了啊 好像快把命給燒沒了 用浪效燒兩聲就算了 用浪效燒兩聲就算了吧 對吧 咱們就別玩拖了啊 我突然發現一個問題 我這個麥克風調的太敏感了 大家知道吧 我按鍵盤的聲音都不能太大 不然的話就被他聽到了 哇 好難過啊 螺絲忍耐一下 我也忍耐一下 這遊戲比我想的簡單很多 哇 好大的聲音他肯定會過來的 笑聲逐漸慢慢變得很蒼白 哇 WTF 好多女裝大佬娃娃 說的什麼 他們說的是來追我呀 是嗎 等等別走 我不走 我不走 我等什麼呢 我靠 哎 Holy shit 別慌 安靜 安靜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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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蹲著走了嗎 我靠啊 拿塊石頭先 前面肯定有怪 哎呦 這個地方 我靠 我記得他有兩個怪 先投石問路 在前面了 有水 別踩水 最好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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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 终于过来了 安全了 哎我天 咱们一共需要开两个发门 把两个发门都开了就可以了 一个是把笼子放下来 一个是把吊桥放来的 然后前面应该快到第二个了 但是第二个我记得是要往上爬 前面应该还有不少的怪 注意啊调整心态 不要太紧张 好吧 记住笑得到得体 音量要控制好 既可以秀怪 又可以毫发无伤的过去 好吧看技术了 浪笑了这么多年 是时候 对吧 是时候展现一下这个功力了 话说回来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那天直播的时候 有时候有说 熊哥你直播的时候 能不能多笑几声 我刚想问他为什么 就是他说 我妹妹喜欢听你笑 我特别想说的是 你妹妹这小小年纪 这心智不 哎呦真的是 真的是 嗯 这边他应该听不到我声音了 对我想说的是啊 就这位水友的妹妹呢 我不知道多大 但是应该年纪挺小的 听这意思 我想跟你妹妹说啊 小姑娘家家的 能不能看点正常心智的东西 不要老看一些变态的东西啊 对吧 把小姑娘家家的心智都看扭曲了 别慌 不要慌啊 哇 我记得上面还有两个家伙 屹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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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屹屹屹屹屹 对吧 其实我就想说什么呢 这人家小姑娘 就人人人人的小姑娘都看一些 都看一些动画片啊 都看一些偶像剧啊 对吧 你说你妹妹看的是多么变态的视频 快到了 就这个 来吧 哇 这也不行吧 这次没问题了 这次我把他俩勾引的很远很远 来干死我呀 愚蠢的表弟 大闪的表弟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让了 我放下就来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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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容易 憋死我了 快 罗斯 罗斯 你老公罗姆就要来了 别慌 太不容易了可爱 别哭了媳妇 我这就把你放出去啊 对 我这就来救你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感觉非常的智障 她媳妇说 她媳妇很机械的配音啊 不要 然后那个男主非常动情的 啊 就这个游戏的配音感觉非常的败笔 再醒过来 是一个酒窖 旁边有一个黑白小电视 正在循环播放着 他们当时结婚的现场 放着结婚警许嘛 婚礼警许 来起来看一看啊 四个录像带 可以看一下 一周年 然后底下是 等会儿鼠标有点灵活 底下是二周年 加期一二 加期一 说明两个人真的是感情 以前真的很不错啊 很恩爱的 永不回头 这是大夫 主任公大夫自己写的一个小说 旁边是农场出版社 雷德利先生您好 感谢您将大作 永不回头的部分稿件 投机制农场出版社 很遗憾 虽然永不回头 确实展出您的才华 但未达到必思现有的出版标准 说的很客气 意思就是 你写的推次了弟弟 没法给你发表这个东西 我们出版社呢 也不是磁烂机构 没时间跟你玩了 好吧 你看这农场出版社 就这么非主流的一个名字 多次的一个出版社 都发表不了他的书 说明他写的真的是很一般 很不好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应该是他孩子腰疼之后呢 然后两人心情都不太好 他媳妇甚至抑郁了 后来收养孩子呢 这事应该也是很不顺利 通过刚才那个场景 你可以看得出来 对吧 非常不顺利 那么现在喜好说也很不顺利 什么事都不顺 这边有个披萨 哇 看起来很美味的样子 这看起来就更诱人了 这都是蛋白质啊 对吧 都是蛋白质 很有营养的 行吧 走人了 出面来看一看 阴暗的地下室 螺丝 他媳妇走过去了 到现在他还不害怕呢 语气非常的镇定 螺丝 这边贴个纸条 上面写着自己的衣服自己洗 太真实了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嗯 钢琴旁边这个座位上 有一个花 有一束玫瑰 一个杰瑞 突然蹦了过去 行吧 咱们出去看一看啊 感觉这个场景呢 非常的诡异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这游戏 再怎么吉利的想吓过你 但其实它的这个整体感觉呢 都不是太恐怖啊 所以说这其实严格来说 真的不算个恐怖游戏 它只算是一个 惊悚的剧情游戏 然后揭示了一个家庭 一个原本幸福家庭的 不幸的开始 对吧 好多的脚印 从那边过来的 往这边走 对吧 那咱们就来看一看 还有很多的花瓣 花瓣呢 一直散到这个位置 但是咱们现在这边是进不去的 哦 对 再次来到这个 这个迎接新生的房间 就变得非常的诡异了 这个气氛 然后这里有一个娃娃 在这个里面 就好像被牢笼给困住一样的 就是哭 一句话没说 你可以看出他有多抑郁 可以看出他有多伤心 出门一看 哎 走廊暗了 那边一个影子 螺丝 是你吗 是你吗 还在想着螺丝呢 啊 那么进到房间之后呢 发现并没有妻子的身影 只有妻子一些凌乱的画作 代表她悲伤的心情 那么咱们这期呢 就先到这里吧 这游戏呢 就播一期 以后也不再播了 因为什么呢 这游戏它猎起的是玩法 而不是剧情 剧情其实还是蛮套路的 而且也不太恐怖 大家发现没有 那么这个玩法呢 其实有点像咱们以前播的那款游戏 就是知觉那款游戏 但是那个呢 是敲拐杖 这个 这个是自己出身 还是蛮猎起的 只不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种猎起玩法而已 所以说一期呢 就给大家搞定了 如果说大家想玩一下 这款游戏的话 自己去体验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剧情呢 还是蛮空洞的 我也将玩到 挺后面的地方了 发现剧情方面 真的是没什么可多说的东西 所以说这期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咱们下一期 再见 拜拜 拜拜